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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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给我们看见就是希望在新加坡建立两个很大的网络 一个网络就是细胞小组 细胞小组里面有茶经啊 祈祷啊 崇拜啊 有人进入细胞小组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同在 另外一个网络就是一个服侍社群的网络 我们建立了的就是这个Touch Community Service 即是触碍社会服务中心 就复制不同层面的人群 所以因此就在这里有了两个大的网络 这个是我的大的目标 就是在新加坡我们看到建讯教会 即是大到可以融立整个新加坡 我们希望能够得着新加坡 好 再见 鸿木斯 这条街 七木街是很熟悉的 为什么呢 我十分仔的时候经常跟着我爸爸来 这个店铺有兴公司是有爸爸创办的 出入口生意 当时在这条街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大生意 所以我十分仔的时候生活过得很舒适 每天上学坐着大车的 从来没有坐过巴士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改变 因为我爸爸去世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我妈妈一向做太太 但是现在就要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那么很多压力就放在我身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大儿子了 所以整个我妈妈和我爸爸 整个家庭的将来都是在我的 我要背起了 就给我很大的压力 因此我和妈妈之间 就发生很多关系上的一些亡察 我最重要是读书 我不是叫他生性 用心读书 我说你读书成功 你不要看别人 有些人有马士尼车座 没有读书 我说你知不知道 别人有父母 就是有个后台 他很疲惫 我骂他时常常说 不要花那么多钱 不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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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越入就越深了 我最拿手玩的就是《空中取牌》 《空中取牌》当时在新加坡 没有一个魔术师是做得出来的 我是第一个 不单止我是第一个 我是从一本书里面 都没看过人做的 我就练了出来了 我觉得很happy 自己可以这样做出来 这个就是养成了我 很愿意面对挑战 每天见到他们喊得 真的很劇烈 真的害怕 我真的心里害怕 看他们这样喊 我看过我妈又很伤心 很激心 为了整个家庭 没有平安 因为天天和我妈吵架 妈妈给我的压力 家里有很多吵架 关系当中的一些压力 我真的很沉口实 其实我是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信主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中学一年级 在班里面的同学 刚刚是我小学六年级的同学 我记得他和我很坏 我记得上次我看见他 我两个人在打架 打架 校长要公开罚我们 但是这次看见他 生命都变了 整个态度都变了 又谦卑又随和 又好又爱心 他就分享见证 原来六年级毕业之后 放假 他信了耶稣 短短几个月 生命都改变了 我记得有一天 他放学之后 跟着我回到自己的家 把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 我记得那天下午 我在我房里面 跟着他祈祷 救耶稣欢恕我 我接受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助 对我信仰最大的冲击 就是发觉我真的很爱主 但是家里面 哎呀这么吵架 跟妈妈的关系 搞得这么开心 有时很生气 喊了架 但是心里面 就觉得很伤心 就是觉得为什么 我现在爸爸就没有了 我最疼应该是妈妈 但是为什么跟妈妈的关系 搞得这样 一方面又恨一方面又爱 里面很大的挣扎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 真的每天都吵架 每天都在这儿 又喊又打又闹 那么就因此 就到我当兵的时候 我就完全放弃了主 他离开神的时候 他的牌 离开神的时候 他当兵开始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我今晚去看电影 去看那些铁衣舞 那你就说妈听到又担心了 说到当兵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有新的自由 当然当兵 在家里真的烦了 所以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 好玩的 我就什么都好奇 什么都要去尝试一下 周末一回来 就出去喝酒 就喝到醉为止 就去玩 就去滚 就是什么人家 因为我好胜 人家说 你敢敢喝多一杯 我说喝多一杯 就算滚在地上 我都要喝 一定要比你聰明 那种好胜的态度 一样的 就是滚 去我们的Ochard Road 一间夜总会 跑到第二间 去选择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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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年多都是这样的 灯红走路的时候 就好像很开心 但是回到家 看着她的天花板 或者回到冰营 看着她的天花板 那也是 是不是 拿着烟 拿着一杯酒 有几个女生 围绕着 大家好像很高兴 但是分析了 自己无处的时候 很空 希望下个星期 滚得更高兴 下个星期 喝得更高兴 就是这样 一个个星期 所以 神亦使用了那段时候 来准备我的心 就是觉得我一向以为 真是一个人 如果可以做你 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很放纵 就是享受人生 我发觉这些东西 有了之后 一定不是什么一回事 最大的困帮是 当你想戒的时候 戒不掉 所以别人以为 自由就是 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最大的自由是 能够 应该做的事 你做得出来 就是你应该 尊敬父母 你做得出来 你应该爱你的家人 你做得出来 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的自由 你爱出去 乱来 每个人都行 可以做得出来 可不可以放弃 这是最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人家 你信了主 不可以吃烟 其实我们觉得 信耶稣 不光是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当时问你的问题是 你可以 不可以 不吃烟吗 我当时经历到这个 喝得是否错 吃烟是否错 刀尖是否 不是 本身的 不是最大的问题 是一种捆绑 一捆绑你 你失去了自由 自己 有一天 不想做就要做 这个是否很幸福 这个是否真的幸福 我觉得 这段时期 就比我经历到